有这样的事情 阿兵哥呢自己打把打不中 那么居然长官说 干脆呢拿个原子笔 在这个把纸上面搓个洞 就可以提高他们设计的成绩 到底扯不扯呢 这就是在联勤司令部 驻守花莲的二支部队的卫生联 日前呢被爆料说 四月份的时候 当时那么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呢 连长要求说要有好的成绩哦 无奈很多的阿兵哥呢 是连一把子弹都打不中 最后连长呢就指示了排长跟士官 干脆是在这个射击的圆形的把纸上面 用原子笔搓了洞之后 让呢这个打把成绩就可以顺利过关了 有一名呢我们看到这个连长说 当时呢其实呢可以装三十发子弹 但是呢三十发居然是一个都打不中 也感叹说这种部队到时候要如何上场 真的是让敌人杀了 好那么另外一方